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温地区顶级金牌地产经纪人陆广辉的助理 2023年6月16号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 加拿大人口突破4000万 方间传言人口每新增1%房价将涨3% 加拿大统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过去几个月里加拿大人口一直在快速增长 终于在2023年的6月16号这一天 人口到达4000万人 在2022年1月到2023年1月的时间段里 全国新增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1050100人 相当于一年时间就增加了一整个沃泰华的人口 加拿大的人口增长率同比高达2.7% 是自1957以来的最大增幅 人口增加对于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 就业市场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能给就业市场带来更多劳动力 并为房地产市场提供强有力的需求支撑 首先是就业市场 加拿大的就业市场在疫情之后显著复苏 尽管去年利率一路上扬 但工作岗位增加了40万个 2022年加拿大吸纳了43万1645名新永久居民 进而增加了20万的劳动力 疫情之前加拿大平均每个月新增1万到1万5千个就业岗位 现在每月新增就业岗位达到了近2万5千个 而这也仅仅能维持失业率不再上涨 但是新增工作岗位数量并不能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 因为就业岗位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人口的增加 并不是因为生产力相比疫情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其次是经济发展 当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工作 开始在商品和服务方面进行消费 这就刺激了生产 进而带动了经济发展 2023年第一季度 加拿大的实际GDP年增长率为3.1% 消费者支出的年增长率高达5.7% 均好于预期 而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讲 人口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央行对房地产的干预力度 更多的移民数量削弱了利率政策对房市的影响 长期以来 加拿大房市的一大问题是供应不足 所有当有许多人涌入加拿大 市场没法建造足够多的房屋 进而导致更加严重的供不应求 所以尽管九次涨息 房地产市场依然起起伏伏 很难维持平衡 房价短期几个月的下跌 会迎来短期快速的上涨 所以有人得出结论 人口每增加1% 房价就会上涨3% 当独立屋的价格飙升后 购房者会倾向于购买城市屋和公寓等总价较低的房屋类型 最大的趋势已经形成 大家一定要明白 未来加拿大的主要城市 居住密度都将显著提升 以适应新的人口环境 BC省各级政府正在行动 我们以兰里为例吧 兰里市居民对在NikoMeko和以南的主要走廊增加连排别墅 富市和四连市住宅有何看法 该市已启动针对连排别墅和Prax Home的在线调查 居民可以在6月19日之前填写 该市的官方社区规划 OCP设想了所谓的地面住宅住房其中包括连排别墅 富市、三连市和四连市住宅 该规划定位在200街 208街和203街等较短的走廊街道上 NikoMeko以南的兰里市 其余地区将保留在两个单户住宅分区之一中 调查强调 尽管这些地区允许建造此类房屋 但具体项目仍需得到是议会的批准 去年 该地区新的重新分区申请被议会暂停以收集反馈 包括通过像这样的调查 通过允许提高更多的温和密度 例如复合住宅来增加住宅数量 一直是省政府的优先事项 省长David Eby建议 省政府可以简单地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 允许在该省某些地区的任何一个家庭用地上 建造最多四个单元的住房 四连别墅或连排别墅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访问栏里市的网站 city.lmgley.bc.ca 发表你的意见 关于大温地区更多城市发展规划 投资潜力 联系广辉博士吧 我们已经帮助几千人实现财富自由